大家好,我是杜一锦,欢迎收看华视与众不同 元宇宙这个科技来讲的话,它等于是集结了现在最新的科技 就是5GALT的技术 从5G跟ALT的技术,我们总有把这种现实世界的活动跟现实世界的体验 把它完整的在虚拟世界,我们做到虚实整合的体验 这个就是元宇宙的由来 为什么元宇宙在COVID-19之后特别对大家提及 而且大家共同觉得是重要的呢 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过去的这种虚拟的交流 可能就是像电话或是影音 那它就是要嘛就是2D的这种平面跟声音 要嘛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完全虚拟的像线上游戏一样的这种体验 那所以当我们在讲元宇宙的时候 它其实有几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怎么把现实生活的这个体验很丰富很圆满的 利用我们现在的5GALT的技术把它转到虚拟的世界 那让虚拟世界的人可以跟你在远距离做就像在现实世界这种参与的这种感觉 那它这里面的技术可能就是有分为不同的地方 那像这一次我们在跟交通部在这个COVID-19 其实也是因为因应就是说我们对观光产业 未来怎么建立这种观光的新任性 我们有了交通部的这种 第一次的这个智慧观光的这个元宇宙的计划 那以智慧观光的元宇宙计划 其实我们把元宇宙分为几个部分的层面去做发展 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怎么把这个现实世界 很快的透过这种ALT的这种Kamadi Harway 就是一般人可以取得的硬体 很快的去建立这个虚拟世界的这个空间 所以第一个就是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快速地建立这种虚拟的世界 那这就是元宇宙世界的建立的第一个议题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 Sensor Device的制造商 有360影像的这种制造商 那怎么去把这种我们过去的所谓的IoT Device 一个简单的Camera 透过我们AI的技术加上5G的传输 可以很快地建立这种如真的这种虚拟世界 在有些地方叫做Digital Twin 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元宇宙场景建立的这个题目 那第二个议题就是说 当我们把这个场景建立之后 我们怎么让使用者在这个元宇宙的世界里面去 持续地探索 然后去发掘 那怎么去跟元宇宙这个环境去做互动 所以在这个东西就是有跨平台 跨载具的这种元宇宙互动应用的这种研究 那比如说像在台湾过去有这种非常好的 这种AR VR的这个Advantage 那我们比如说像HTC 左征或者SR Space 他们有这种各种的使用者 跟这个世界怎么去做 各种不同的这个互动 你可能是透过Gaggle Device 你可能是透过这种沉浸式的The Holding 那多有可能去创造出 不同的世界之间的互动跟探索 那第三个议题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把这个虚实整合的互动跟探索 把它建立在元宇宙的新的世界里面 那我们怎么去建立它的 就是像我们在虚拟世界的这种游玩的这种感觉 或者是说像密室逃偷的这种感官上面的体验 那这个都是或者说我们怎么去 你真的去办这种线上演唱会的这种体验 这种其实就是到了第三个层面 就是元宇宙的社群跟互动的这个 这个有点比较像线上游戏的这种 编辑的这种体验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 你可以看到像Microsoft之前在MyCraft 或者是说其他有很多线上游戏 他们有很多好的线上引擎 你要怎么跟这种 你真的互动体验去把它做得很好 但是做得很好之后 其实大家在讨论的就是下一个议题 那到底谁拥有这个线上互动体验的这个平台 以上是今天华视与众不同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藏 我们下次再会 哈喽大家好我是品轩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